歡迎來到山海氣象時間 不管晴天與天原始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時間 在五個小時左右就要迎接2019年了 聽現在要出門參加跨年活動的觀眾朋友 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 而且語句也要帶著 因為全台天氣都不穩定 那麼有些人可能計畫跨完年 就要接著迎接曙光了 至於2019年的第一道曙光 會是在哪裡呢 我們整理出一張圖表 帶大家來看看了 從這張圖你可以看到 2019年的第一道曙光 會出現在離島的蘭嶼以及綠島 時間是6點33到6點34分 至於在本島的部分 則是會晚個一到兩秒曙光出現的時間 大約是在6點35分 地點是在台東的三仙台 以及屏東的墾丁 然後每晚一分鐘 在台東的富岡以及太馬里 還有在花蓮的崇德 一路到宜蘭蘇澳 以及基隆的朝靖公園 曙光也會陸續的升起 那麼想要看到曙光 當然最重要的 還是要有個好天氣了 接著我們透過下一張雲圖 來看看各地的天氣狀況 從頭中你可以看到 今天在台灣附近的水氣 還是非常的多 主要是受到南方雲氣北移 又結合強勁的東北風 所以不僅桃園以及宜蘭的降雨時間 是比較長的之外 在南部以及花東地區 雖然大部分的時間 都還是以多雲的天氣為主 但是偶爾還是會飄些小雨 而且這樣的不穩定的天氣 預估會持續到禮拜四 預計要等到禮拜五的時候 南方移入的水氣減少 東北風減弱 天氣才會逐漸恢復穩定 因此觀眾朋友如果有計畫 要去迎接曙光的話 真的是要碰碰運氣了 另外有一件事也是需要碰運氣的 那就是長雪了 在禮拜二之前 如果水氣跟溫度搭配得剛剛好的話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機會見到白雪的 不過無論有沒有下雪 高海拔的溫度都還是非常的冷 而且平地低溫 大約只有16到19度的低溫 氣溫一樣是冷嗖嗖的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 來關心溫度上的變化 從地面天氣圖上 你可以看到在台灣附近 等壓線梯度一樣是密密麻麻的 表示強勁的冷空氣跟東北風 是持續的在影響台灣 所以明天沿海的風浪還是很大 最大浪高會來到3公尺 而在溫度的部分 明天白天各地 雖然高溫會稍稍的回升 但是因為雲多再加上 部分地區又下雨 所以回升幅度也不大 頂多回升1到2度 在北部宜蘭花蓮 高溫大約是來到17到23度 而在中南部地區 高溫大約在25到26度 那中南部白天氣溫 都還算是蠻舒適的 不過當太陽下山之後 早晚的氣溫都還是偏冷 平地低溫都會降到18度以下 特別是北部的平地低溫 甚至會降到14度 而注意各原廂的天氣及溫度 高溫高溫23度 低溫14度 降雨距離最高有70% 煙米抬頭北南降雨距離最高 80% 高溫23度 低溫13度 海端池上關山路也高 21度 低溫只有7度 降雨距離最高有90% 長濱成功冬河降雨距離也是蠻高的 高溫23度 低溫17度 溫水玉里 浙溪富里高溫20度 低溫在浙溪只有3度 要做好保暖工作 萬榮風林光復風濱 高溫19度 萬榮低溫只有11度 降雨距離最高70% 花年間受風高溫21度 低溫13度 降雨距離最高70% 秋林跟星辰降雨距離最高有80% 高溫21度 低溫12度 宜蘭的大鵬跟南澳 降雨距離最高有100% 高溫18度 低溫只有10度 往南走屏東的獅子牡丹满洲 降雨距離最高有50% 高溫23度 低溫15度 泰鵬来移成日 也有降雨的機會 高溫24度 低溫15度 乌台山丁满马加也有降雨的機會 高溫24度 低溫12度 台湾纳瑪茂茂陵 高溫23度 到24度 低溫在桃鵬只有7度 加压力 山明天也是会下雨 高溫20度 低溫只有6度 南斗的仁埃 雨池水里 新翼高溫21度 低溫在仁埃 只有4度 要做好保暖工作 台湘和平 高溫21度 低溫只有10度 降雨距離最高有60% 苗栗的南庄师 坦坦坦 天气还蛮棒的 高溫20度 低溫只有10度 新竹的关系坚属方式 多云道琴的好天气 高溫18度 低溫在坚实 只有7度 台湾复兴新北屋来 高溫16度 低溫只有10度 降雨距離最高有80% 准备要迈入2019年了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提起观众朋友 不管要去跨年 或者是迎接曙光 都要把厚外套 围巾帽子 穿好雨距也别忘了戴 因为深夜到清晨的气温 不仅冷 还有机会会下雨 最后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事事顺心 健康平安